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在今天晚间出席云林的造势晚会 赖清德说大家手中的这张选票非常重要 不只决定了台湾的未来 也决定世界命运 他也再度强调说国会一定要过半 否则蓝白两党掌控国会 两条不同的国家路线 一定会在立法院打街造成冲突 到时候想要推动国家政策 就会遭遇困难 决战于林万人大造势 现场挤满支持者周龙蔡文 举起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手 也是象征延续传承 选举就像一台时光机 选对人国家就会继续前选 选错人国家不但会停滞 甚至会倒退 我们一定要为台湾做最好的决定 大家说对不对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大力拉台赖烧沛 而赖清德白天榆林山线海线跑透透 陪着立委苏志芬刘建国 车队扫街拉台党籍立委选情 这么卖力就是为了达成国会过半的目标 如果蓝白两党掌控国会 两条不同的国家路线 一定会在立法院打结造成冲突 到时候清德要推动的国家政策 会不会遭遇到困难 会不会 这次选举台湾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 赖清德也说全世界都在看台湾人如何选择 更呼吁民众用选票力挺守护台湾的力量 我们大家抽中这条票非常非常重要 不只是观点台湾的未来 也观点世界名闻哦 拜托各位 我们这条选票一定会到我民主 到我台湾 到我担任台湾 也会向世界担心的消息 大家挥舞着旗帜高喊冻蒜 气氛相当热络 赖清德推出气势 这是常选票 记者小米车车原理报导